我们看回到市场方面 本周的美股和A股都出现了大跌的情况 但是有国际著名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 却表示说纳斯达克现在可能到达了一定的地位 也许会为投资者制造投资机会 那么市场怎么来反映 如何来看待未来的一个发展 现在我们来立即连线 会为国际投资总监徐伟华先生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许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首先就是先看到政策方面 国际银行已经向北京表达了一个担忧 表示说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制度进行全面改革 新框架尚不清晰 那么可能会加大他们的一个监管风险和成本 可能也会导致像这些无法在位 一些公司就是咨询公司无法在位 终启付海外IPO来提供咨询 这也将会危急支撑部分中国最知名企业的一个资金来源的问题 那就您的观察 市场当前对于这个海外上市的新规的政策是如何反映的 而资金方面会不会真的成为一个担忧的问题呢 首先市场对这个新规肯定是大家是有不同意见的 因为本身这个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 包括在美国上市 之前是如火如荼 那么很多企业也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巨大的成功是来自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作为企业是在海外顺利融到了 可能成本比较低廉的一些资金 那么加速了企业的发展 而另一方面就作为投资者 也在这些中概股的上升过程中取得巨大的收益 投资收益也不费 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看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那么现在随着监管的风险越来越多 不管是来自于美国方面 还是说来自于中国方面 那么肯定对这个市场会产生影响 正如这个INF讲到 可能这个以后一些做审计的 做财务的 包括做上市IPO的 那么投资银行等等 都可能会在这个过去的很大一块业务上受到打击 那么这个肯定不是市场所希望见到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 实际上也是多方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不可以说是说企业 从此以后受到这个中国的一些监管 就会出现投资资金会出现问题 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片面的一个看法 从另一方面看 也可以看到可能有很多投资者 想投入这样一个资产类别 想投入这样一个一个特定的行业 恐怕也会受到影响 恐怕就无法取得之前那么好的收益 所以说从各方面来看的话 如果这个监管过度的话 是一个各方面都会输的一个结果 那么希望这个在整个这个政策方面 不管是从哪一个国家 或者是从哪一个机构来看的话 都希望这个市场还能有健康文件的发展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家的期待 但是现在的情况确实是有一些 不是非常确定的一组存在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二截市场方面 美股在本周呢 确实也是曾经出现了暴天行情 但是当中也有出现反转 甚至是有转跌为涨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A股在昨天 也是一路下跌 三大股指的跌幅率也是 都是超过了2.5%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在这个经济数据方面 中国已经是实现了 经济指标是强于美国了 也保持了进一步的增长的条件 明显是要优于美国的情况之下 那么现在当下这个中美股市 所呈现的这种反差 您觉得是反映了哪一些问题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A股 包括港股的最近走势 都是非常的疲惑 那么这个也是有几个原因 我们看到1月26号 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都讲到 说要呼吁机构投资者 克服投资短期化的倾向 那么这也是充分说明 在A股的市场上 有很多资金是投资 和投机是并行的 那么投机包括像量化交易的 这样一些资金的交易 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 一旦出现市场的下跌 就会形成一个惯性 大家都会拼命抛盘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 实际上中国的股市 虽然说有很多企业 是非常健康的 还是很盈利的 但是整体的估值 实际上也是相当高的 很多企业不赚钱的企业 甚至亏损的企业的企业的估值 也是高高在天上 所以说一旦说海外市场 外围市场出现了 大的波动 大的调整的话 那么A股肯定是要跟随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 另一方面的话 中国政府最近也是出台了 一系列的政策从去年开始 包括今天我们看到 国务院发布的重办规划 讲到说要防止 资本无序扩张 要研究制定新型 不正当竞争的认定条件 那么市场也解读说 可能是否对互联网巨头 产生新的一轮监管 总体来讲的话 中国的监管体制 在不断的改革过程中 现在看来是越来越严厉 那么这个尤其是对新型企业 电子商务 包括云计算 包括海外上市的这些大型的 互联网巨头 都会产生一些不一定影响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说 整个港股在这个板块走的 也是非常的疲弱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如果说监管能采取 一个比较健康的 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目标 是把市场的这个变得更加健康 更加健全 以前没有的法律也从不到有 那么执行方面做得更加规范 那么无意来讲的话 可以加快构建一个更大的 这样一个国内的这个商业竞争市场 从商人来看这是一个利好 但是短线的风险是说 这些监管的政策 是否会过于偏激 过于严格 另一方面的话 这些监管的这个达到的理念 是否能够正确的执行 最后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 那么这个存在不确定性 必然会对这个 在这个监管之下的企业的故事 产生一个复免一下 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市场的一个特点 那看到世界另一类 最大的另一类资产管理公司 黑石集团 正在从今年以来的一个全球股市下滑中 来寻觅一些买入的机会 尤其是受到了重厂的电子商务 云基酸还有网络安全这些板块 他们的总裁也表示说 市场出现了抛售潮 而纳斯达克股票也从去年触及的历史高位 平均下跌超过了四成 可能他认为会对公司造成一定的 创造一定的机会 那么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的一个投资前景 如果说要调整资产配置 您觉得有哪些风险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我们要知道 从资产管理的来看的话 他们资产管理的规模一直是在那边的 那么在资产管理的规模之间 恐怕必然要定期做一些资产类别的调动 包括股票的话 可能之前卖掉的一些股票 现在可能还要把它买回来 不可能说在资产管理公司 持有大量的现金 尤其是在现在高通胀 以及现金持有成本相当高的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黑石必然是还需要去 在资产配置方面调控一些股票 那么可能说 之前估值过高或者涨幅过大 收益非常高的一些股票 可能要卖出 要投入一些 最近有一些下跌的 估值逐渐回归于理性 以及说对这个黑石来讲的话 保持在一个资产未跌的配置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他讲到说 受到重创的电子商务 人计算以及网络安全 那么这三个板块 其实受到重创 美国方面并不是说跌得非常多 但是中国的这些 像阿里巴巴这些 电子商务的板块 实际上下跌幅度是非常巨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市场 已经看到说 有海外的投资者 包括龙格都开始说 投资于说 中国的这个电子商务板块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下跌的幅度非常的大 而另一方面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里面 也有一些企业 是非常优良的企业 那么在这个盈利能力方面 企业竞争优势方面 以及市场增长前景方面 都还是非常向好的 但是最近也是下跌幅度非常巨大 那么我们肯定会看到 一部分资金开始从之前 涨幅过大的 美国的一些企业股票上面 转移到信心的这些 中国的这些 受创的企业当中去 我们认为资本的溢出效应 随着纳斯达克逐渐 连绵不绝地下跌 恐怕资本溢出效应 会逐渐展现 好的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许先生这一时段 为我们带来的很详细 并且全面的解读 也非常感谢这段时间 您用我们的电话连线 好的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